哈喽 大家好 我是于雪 我是于雪 刚接到我叔叔电话说今天我们要收水稻 街上诺诺我们就往地里跑 爸爸 这个能吃吗 这个去完壳之后就是你吃的大米 我身后的这一片的都是我们家的 放在古代高地也是个地主啊 现在稻子都成熟了 一粒一粒的沉甸甸的 这么多加油才能吃不完啊 吃不完就放着呗 我帮一个给你尝尝了 我快快来尝吧 你怎么那么馋的哈 好不好吃 我抬访你一下 你怎么吐出来了 我还用了 我咬不动 我们家这边水稻是没有打农药的 可以直接吃 确实有点硬 呸 不好吃 我只要给弟弟吃 你怎么那么疼弟弟的哈 千万不要浪费了啊 放口袋里面 这也太坑了吧 等了一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要收到我们家机器坏了 在那边修机器 等了两个小时 跟我说今天晚上收不了了 修不好了 现在还得回去 明天早上一大早过来 分手了 看到了没 这就是我们家的水稻 这也太厉害了吧 几分钟就能装满一车 我叔叔说今年的水稻被水淹了一次 产量有所下降 大概在一亩地能产800斤左右 这一块地是6亩 也就是说将近5000斤的亩产 现在水稻的价格应该再一块多一点吧 这一片地五六千块钱 这一 干活有好处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废弃的稻杆全部搅碎 给地里面做肥料 现在往外面喷粮食 这条河的水 那边有一个大闸 大闸对面是海 我算是整明白他收割的方式了 他是先搁大拳 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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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 最后搁那一丁点 这个收割方式第一次见 从中间又给我来了一刀 两边都有 看着这个老吓人了是不是 天气凉了 大雁都飞走了 哎呦 还打起来了还 玩犊子了 又坏了 刚收了一小半啊 坏了两次 妈呀 这个怎么玩 修不好了 又要等到明天 我们先把已经收好的麦子 给他装回家 这个刀他卖多少钱 一块多一点 水刀还挺好的 看呗 对面总共留了十袋 够我们家自己家吃了 哎呦 怪城 来 上我大宝妈回家 走回家 走 这个马上都带不动了 哈哈哈哈 两个带城了不是我城 是女城 女城 减肥 对面 这根是女城 我叫你 你 ì 我上车 你 谢谢大家